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 你们的服务社长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非常特别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书柜大开箱 那其实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主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的 就是顺序跟大家做介绍 那因为也有很多小豆腐 就是常常看我会分享很多书啊 然后我其实每一个月 几乎可能拿到的书量大概是二三十分以上 所以其实今天呢 就是除了要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的一些珍藏 然后还有我家里的书柜 到底都放什么书之外呢 在最后就是因为我的书真的非常的多 除了就是这个两个书柜放的之外呢 其实我还有一些两三箱的书室之后 可能会做一些二手书拍卖 然后或是说我在最后就是片尾呢 我会先赠送一些 我觉得很不错的书给大家 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开箱一下这个书柜 然后看一下我辅射长在家里都珍藏些什么书 如果你们也对我身后的这些藏书书 但有很好奇的话呢 就接着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先跟大家聊一下我的书柜 它其实呢 可能有些人会很好奇它是能哪里买的 它就是IKEA最普通最便宜的那个书柜 那不到1000块 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两个 它一格呢总共有分成五个格子 但是我觉得它稍嫌有不足的地方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如果放了书之后 其实它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然后就会变成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多的书 就要这样子横着摆 不然这个上面的空间就等于很浪费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贵一点的 大概是价差三倍以上的价格 它就会有分格比较刚刚好的size 就不会有那种上面空一块 然后不知道要干嘛 我记得那个好像有六格吧 一层总共有六格还七格 但是因为价差真的比较大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是买这种比较阳春一点的 那我现在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排列顺序 然后跟书是怎么选上去摆放的 那我最上面的两层呢 我就会放我最喜欢的小说 就是比有小说的部分 我会不定期的就是更换一些书单在上面 然后所以其实上面几乎都是我的增长 就等于说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书单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已经绝版的 其实都蛮多的 然后因为其实我的频道是以BL小说为起家嘛 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 也是最正常的就是BL小说 再来的后面这两格呢 我就是放BL漫画 然后我会依出版色的部分去做分格 然后最下面的部分呢 我就是放一些比较增长的 首先我先一格一格的给大家看一下 那因为第一格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估计我没有办法人跟书一起入境 所以我就这样子先跟大家做介绍 这边的的话呢 我是主要放一些台湾的作者 像是宇晨桓大大 亚海大大 然后罗川 魏林大大 然后丽清 曹子杏等等的 包含米国度的系列 有陆月前大大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 他是一位小豆腐寄过来给我的 那他原本就是我读者 然后呢他说他写了一本小说 他很想要让我看看 所以他就把它寄过来了 就一直放在我这个增长上面 也算是我第一本 读者然后也是粉丝 又是写小说的小说家 特别的增长起来 或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 像这种就是很有年代了 这个是以前他们个人出那个原创同仁制 这个至少可能也有15年左右的历史了 2011年出版的 对差不多我大学的时候买的啦 再来呢这边前面会放一些台湾作者 然后这边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会看到所有都是像日本 日本好像只剩一本而已 因为其实日本我自己很喜欢的 翻译小说其实蛮少的 所以只有这本就是透过性恋爱装置 我自己觉得这本书 他写的算非常的好 而且这本的哲拉玛非常的精彩 就是他的那个H的声音非常的棒 所以推荐给大家看一下 这本书设定也非常的有趣 因为小寿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喜欢到赴年花乐潮的 等于说是个渣男角色 然后他在遇到小宫之前呢 他就是对女生就是 常来就是挥之即去的那种感觉 结果没想到遇到小宫之后 就变成一个很像小处男那样子 整天很手声如玉 然后只想要追到小宫 小宫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 所以他一直就是对小寿百般的拒绝 然后到最后呢还是觉得他非常的可爱 所以就真的后来就接受他了 这本非常的有趣 后面的话呢 这边就全部都是太具的翻译小说 就有只因我们天生一对啊 然后恋爱风暴 爱情理论 童心其他还有不其而爱 然后呢再过来这边 就是我的一些比较动漫增长的部分 包含就是宙数回战的 亚克力版 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 西谷力版 然后呢后面有一整套的 就是灌篮高手的部分 这本真的是我的珍藏 不管是看了几年 都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看 我就是有时候会拿出来看 但是有一些就是舍不得猜 就是大部分都还是把它封起来 那再过来这边呢 就是放一些台湾的剧 台剧像是非啊 然后台剧相关的小说 包含就是HISTORY的是非越界 然后圈套奇迹 然后再来是WBL的永远第一名啊 然后包含我之前去参加 就是参与他们的前书会 还有缠上尼啊 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之前 被小日子专访的杂志 就是有放在这边 就有跟亚海老师一起 被专访在这边 真的那天是聊了蛮多的 还蛮好玩的 所以就把一些比较特别 隐具比较有相关的 会放在这边这样子 包含这边还有超多份 陈行令 我之前拿到超多的 就是陈行令的那个银杏片 最后会给大家一遍的抽奖 下面这一格其实几乎 全部都是平心出版社相关的 然后还有最近收到的 魏老师的力牌 亚克力牌 其实我每一格都会 放一些力牌的部分 那就放在这边 然后这一格呢 都是平心出版社为主的 这一系列全部都是台湾的作者 十五老师相关的 他其实几乎都是写一些 清明力的作品 然后自己最喜欢的呢 是安宁社区的管理室 这一本书 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也是满喜欢他的设定的 而且非常的有趣 是那种清理液 看了也比较不会睡不着觉的那一种 还有这一本陈香 这两本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 再来呢就是有2A相逢B o e o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 然后小行星也是超级火红的 对小行星我之前应该有推荐过了 就是有大概讲一下 然后还有土地密码我也讲过了 技术变异然后再一整套呢 就是墨香的作品 那天官三四集最近也要出来的嘛 然后抹到一到四集全部 然后人家反派自救系统 对就是一整套的 然后这边呢有怀上大大的 提灯映桃花最有名的就是那一句就是 殿下我不是来搭仗的 我是来跟你求婚的 好天啊 听到这句话我们凤凰就立刻就是 下一秒就答应要嫁给他 所以也是一个很冲动的小孩 反正这套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提灯系列我自己最喜欢的 大家应该知道韩裕那个混蛋吧 就是比较多人在讲的应该是刺刀的那一本 就是因为楚池跟韩裕算是相爱相杀嘛 那我自己反而是比较喜欢映桃花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对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部作品 只是因为这本的繁体我当初没有收到 因为繁体是加菲的出版的 然后我当时是收简体版的 好然后再来这一个呢算是我平时会读 然后自己珍藏起来的一些 就算是我自己私人买的 比较不是公关书的 那这边呢第一本就是追生与寻途 这个我应该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那追生与寻途呢 实体书真的非常好看 它是微厂的永恒书 它做工非常的仔细 但它现在二刷完之后 它不会再刷 所以已经绝版了 如果喜欢追生与寻途的小豆腐 可能真的要去搜搜看二手书啊 还是什么的 反正应该会喊到蛮贵的 因为它已经绝版了 就会变得比较难取的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我有多么喜欢这套书 对对对 看过的人绝对不会失望的 然后再来另外一套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 就是承舟 那承舟这套书呢也已经绝版了 发现好像都是绝版的书 对啊 因为承舟这套书呢 我应该频道也有介绍过 至少三到四次以上了吧 对 故承舟 它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小宫No.1 小说来讲的话 然后赫海龙啊 真的天生一对 我把它包书套 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常看它了 太常拿起来看了 尤其是第三本 因为一二集都是在政治战争这样子 后面的最后一集才是爱情成分比较多的 这套也是简体 那时候是收简体版 因为它没有出繁体的 是植物圆圆大大的王者归来 这是一篇电竞文 然后这本的话呢 我自己个人是也非常喜欢 算是我那时候看完之后就决定 我要收实体书 它是我第一本看完的电竞文 而且又是主公 我真的是超爱主公文的 但是主公文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难得了 就加深我想要把它买回来做增长的决心 后面也是同样一个作者的璀璨王座 那璀璨王座它就是模特儿界的故事 小兽呢是一个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 然后小宫是一个知名的模特儿 主公文就是因为是从宫的视角去做撰写的 所以就可以看小宫从默默的就是18线的模特儿 然后一路就是干到就是世界知名的模特儿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 哎我发现好像 这边有三套全部都是行灵运工作室出的 包含璀璨王座成舟跟金牌打手 都是灵运工作室他们出的 他们的选速真的是不错 然后金牌打手真的是做的超级有质感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真的长得非常的漂亮很美哎 那金牌打手不知道就是剧情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这支影片 就可以知道它的剧情了 然后再来这一套呢 沙破啦我之前也有就是开直播开箱过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这套应该 最近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通贩 但是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沙破啦 360度给大家看一下 再来这一套呢 因为它是黑色跟黑色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而且都是沙开头的 这本是杀戮秀 就是狐狸大大的杀戮秀 我自己当初也推荐过 而且狐狸大大它虽然是那一种 它最近也 它最近有在出新的连载了 是叫灵魂 灵魂是什么我忘记了 我再查一下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不追连载的 我还在等它完结到时候 我会再看看能不能当作是2021年 就是最喜欢的书单 再整理给大家 然后再来是牙郎 牙郎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长山丝大大的作品 那它的那个书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非常的古色古香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三本叠起来就是这样子的造型 有没有很美 然后再来是博恩39这边的刺青之后呢 就是我也介绍过的玩家 这边五本呢 就是BDSM系列的主题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包含城府 迷蝶十三项大大的 这两套 就是都还蛮好看的 个人会比较喜欢囚犯和监狱展 觉得算还蛮经典的 然后独下恋人也是BDSM的作品 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开箱漫画部分 漫画呢我自己的分类方式 就是依出版社的部分去做分别 那因为出版社他们自己的色系 在书架上面看起来比较明显 所以我自己就是用出版社的部分去做分割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我也放了很多就是 亚克力版的部分 我真的是最近非常非常喜欢收集 就是亚克力版 然后我最近也订了那个三合力的亚克力版 还在路上就是618之后会送来 到时候就是再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日版的 当时在从日本 请我朋友帮我寄过来的是日版的 秋春的亚克力版 然后这边的Q版呢是毛毛小豆腐送我的 日版的冥藏面 对很可爱的 亚克力版 真的最近真的超级喜欢收集亚克力的 然后这边有那个玩偶 首先就是名鸟互飞了 我最近动画也在介绍过一次 时代老大跟百木鬼的故事 然后再来呢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老字画的肉体 9 before 9 其实这部作品 它算是我很早之前就喜欢的 再来就是忧郁之招 这个因为已经完结了 所以就把它收一套起来 这本也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 然后再来当然是我们的given了 given这边1到5集 其实我这边还有另外一套全新的 之后会再送大家 然后在智翔老师做的LINKS的这本 对这本也蛮好看的 然后还有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位老师的作品 这位老师的作品呢 其实它是以上班族为主的 然后它都是那一种 傲娇的上班族小售 然后呢非常的钟情 然后又只爱小售艺人的 就是痴情宫 对对对 它都是这样子的设定 那我自己呢 其实还蛮喜欢它另外一部 我才刚推荐到的 BL Award 里面第八名的那一本书 然后也是它的系列作 目前还没有台版 之后应该会台版版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系列的话 就是三个都是林婉老师的作品 因为林婉老师 他是比较属于新奇的漫画家 可是林婉老师他的作品呢 通常都是一本完结啦 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画漫画速度蛮快的 所以我会希望他可以 尝试看看画长系列的作品 会更让人就是比较印象深刻 然后再来是小川的Stay Night Dead 就是别人甩掉我的英雄 然后他是Omega公跟Alpha show 这本就是一二集 其实我觉得 我之前开箱的时候就讲过 我觉得第一集是最好看的 第二集呢他们已经 就是他们第一集完已经交往了 然后第二集就是又有一个小三出现 有点魏小三啊 反正我觉得第二集有一点点走终 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二集还好 但是第一集可以收 对 然后再来也是同样作者的 这位作者呢 其实他出的书就是非常非常的 取他的小兽都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癖好 像是这本呢 就是小兽还是有女装癖的 然后这本来讲的话呢 他是深贵的同志 然后很容易喜欢上别人 然后他就被邻居给攻陷 用他的按摩技巧的攻陷 对对对对 最后有那个发育者 那因为发育者跟那个茂克先生 我借人了 所以其实这边的金装版的部分 来讲的话呢 我这边只剩发育者的壳 对 然后我觉得发育者 他整个里面做的质感都非常的好 我之前开箱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开过给大家看 这边就不详细做介绍了 对 然后再过来的话是东立跟藏虹的 那东立跟藏虹的话呢 这边也是已经绝版的作品 做命运之神 那这本算是ABO界的经典了吧 真的是非常的经典 可以看到就是一致排开就美到一个不行 这个是我自己呢 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ABO漫画 因为他算是非常非常早期的BO漫画 所以他算是十足了吧 可能也没有到这么夸张的地步啦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算是 以ABO的商业制来讲的话 算是很早然后打入市卖得很好 而且是很经典的作品 这边我也放就是虽然是不同出版社 但是因为是同样老师 所以我把萨基某老师都放在这边了 同样作者呢他还有另外一套是黑货白 黑货白呢现在目前已经出到第五集了 后面三集我是借人的 但是这本作品他是以演艺圈为主的 这本也很好看对 然后还有就是介绍过的也是我 毕有福州报第一本介绍给大家的人外的男大学生 然后跟恶魔男恶魔的故事 这本也非常非常的带感 还有再来就是 其实我想要介绍一下像是木下老师他的画风 就是我超级喜欢的 而且不管他出什么书 我就会先买来看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主案主案老师的作品 对经典杯子蛋糕呢应该也不用再多讲了 这个也很经典的 然后再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有一个超级色气的 一开始就从里面 这本的话应该也算是很经典的 就是尿道开发的 我已经很淡定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尿道开发的故事这样子 我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就是肉超级赞的 对但是它的那个名字也是很母堂 所以如果你家里就是不能那么公开的方的话 可能这本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拥有的 那这本是之前我们圣诞节 我有办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是小豆腐送我的 真的非常的感谢 而且它是送就是特装版的 非常的感谢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真的 它的题材选择非常特别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美 然后再来觉得比较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豆艾斯就是幽灵不让我睡吧 这本算是他们的很红很红的作品了 自己还蛮喜欢的 而且最近豆艾斯幽灵也晚节篇了 就可以一整套卖起来了 当然刚刚我不知道它前面有没有绝版的 但是我觉得这套还蛮值得收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位老师的作品 这个是我在那个猪猪店 他们要收的时候呢就是抢的 所以它其实书体有点点泛黄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欢这套作品 而且那时候非常的惨 就是第一集被人家收掉了 为什么 那一个买的人没有排二三集给买走 但是我现在就是别人是我只有 买到二三集就很尴尬啊 这个小兽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它是和服店的店长 然后他不是很常跟人家交流讲话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个性 然后导致小公就是对他非常的有保护意 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好那再来这边呢就是东半出版社的 那东半出版社的书就是排开来 远远就可以知道它是东半的 因为它全部都是紫色底的 所以它在侧面你摆开的时候 它就是还蛮明显 近一点给大家看 如果里面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应该就是这一套了吧 你的文有谎言的味道 这个目前出到第五集 然后我觉得这本算是 尖诈的小售 欺诈师然后跟一个企业加工的故事 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之前也有做过一部影片做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这本就是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买的 应该是有大学生的时候买的吧 十年前的作品 就是无慈悲的恋人 然后他是七王学长的手 哦七王学长真的是美到一个不行耶 就是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战有欲非常强的工 然后跟一个很优秀 外面大家以为他很风流 然后很就是渣男啊很就是不检点 但实际上他非常清纯很早很早就暗恋小宫了 非常的败感就对了 这本真的一定要看一下大家 推荐大家看 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书就是很多单行本啊 你可能看完之后 然后你过了半年之后你就会发现 天啊我真的有看过他吗 这样子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感觉一样耶 因为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 就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让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 好好好 在这边的话就是角川出版社的作品了 那角川出版社的作品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应该是 《猫咪护工》这本作品 因为他是漫画当中非常非常少有的 是真的是护工的 原本小兽呢 他是长得小小的 在他们两个交往的时候 小兽就是小小的 但是因为他发育的关系 他越长越大只了 所以他自己就觉得 他会不会对小工没有吸引力了 所以他就变成是说 其实他也有点按捺不住他其实也想要报对方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变成 随着故事的演变呢 两人就是一下子他当工一下子他当工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漫画当中很少有的 通常看漫画他都是固定攻守的 那小说是比较多护工啦 但是我觉得漫画来讲的话 这本算是很特别的 当然还有哈拉达老师的 他就是比较走阴暗路线的 但是老师的作品都算是很有深度的 包含就是我这边有收的 老师的就是单人房的天使 那这本呢其实也是很特别的题材 然后我真的是看到最后有点心酸的那种感觉 会有点掉泪 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看 对 然后他的那个特别版是长这样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那个他他就是小天使长得超级可爱的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他里面还有这个应该是那个便利贴 对 其实这个便利贴其实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是我当初在书店的时候买的 这边看是不是很美 我的天啊怎么舍得用啊我的天啊 反正这个美到又不行 这个私利商都罪恶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个呢我自己就是把它增长起来 然后我还有比较想推荐的 应该是年夏小男友 然后还有就是清水巷的 佐佐木与工业 还有平野与剑谱 就是这是一系列的作品 但是这本也还蛮好看的 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势力仪 势力仪的这是公式书 对就是Fanbook就是 这个算是我很久以前的珍藏了 公式书就是势力仪的公式书 哦这部也是好经典哦 OMG就是一般开就是很精彩的画面 的确我最喜欢的就是玄间跟冰剑这对CP 应该是更多人是阿沙利之类的吧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同仁制海贼王 这个好久以前的了 以前海贼王还有就是代理进来 然后出版这种就是同仁制 明明就是日本的同仁制 然后来台湾就是出版社出版这样子很酷 然后这个是我以前很久以前在CWT买的 那因为我吃索香嘛 然后所以我就有买索香本 那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 应该也是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CWT的时候买的 他上面写2006年到2010年的 他期间内的作品 然后把它集中出成本这样子 非常非常可爱就是了索香真的绝配 然后后面的的话就是最近比较买的 就是咒素回战的本子 好然后再来就是最下面下面一些藏书 其实我是放一些壳子之类的啦 像液化这样一整套我就舍不得拿出来办 还有就是像我的老师啊然后记忆的怪物啊 因为它这个是游戏嘛就比较难摆 还有就是过度呼吸 这种就是很难摆出来的 我都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包含像天官四伏 我只是把书拿出来了 但是其实实际上一些就是周边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最下面的话还有我一些平时在看的一些书 对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自我成长 然后还有一些投资 然后还有理财的书 因为我是金融业的嘛 所以这些很多是我以前一开始上大学 就是毕业之后 然后为了工作买的一些金融理财的书 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学习一些企业管理相关的 对好然后呢除了这些书外之外呢 我还有这样子就是一两箱是那种 大概还有一两百本的那种书籍之后送大家 然后或是说作二手书拍卖的部分 我这次呢总共就是有两套漫画 然后还有一套小说全部会赠送给大家 然后还有就刚刚讲陈吉利的明信片 反正因为家里还有好多套呢 如果喜欢他们的话呢就可以来抽奖 还有就是《螳螂之剑》 这本比较有点黑暗像的作品可以抽给大家 还有Given的一到四集 这边是完全没有裁缝的 对这个是我当初买了 然后后来公关也有送我了 就家里就变得有多一套这样子 一个人就抽这四本全部送给你这样 然后还有小说的部分来讲 我这边太多书了 真的是 但是知道我二手书的话应该会做工艺 然后等到之后疫情比较稳定 会再可能办一些像二手书 或是一些实体活动的部分 到时候再看看状况 然后呢强制改造之奴隶上将 这本呢小说也一并就是会抽给大家 以上呢这些只要呢 你们有符合抽奖的资格 我会把抽奖的方式 还有活动的资讯呢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只要你们有留言 然后按赞本影片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的话呢 都符合就是抽奖的资格 好那今天的书位开箱呢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看了开心 然后呢也有挖掘到一些 你们觉得不错的书单 欢迎大家呢也在下面就是一起晒单 然后可以晒一下你们的书柜都长什么样子 然后或是说呢你们刚刚最喜欢哪些作品啊等等的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一下哦 好因为第一次就是做书柜开箱 不知道自己开的就是 大家看不看的满意 然后看不看的喜欢 那我真的最后也是呼吁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然后能力也够的话 家里有空间的话 真的是一定要花就是实质的心意 然后去支持你自己喜欢的作者 每一个创作者都是需要大家的鼓励的 包含像你们的留言也好 然后你们实质上的鼓励 然后实质上买这本书去支持他们 我觉得对于文创业 然后还有我们的创作者而言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好那希望今天的主题呢 你们看的开心看的满意 那我是Nik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